好了 那这个什么 我们这个开始讲今天内容之前 我稍微给大家稍微聊一下这个 这个assignment 就是我希望各位赶快写 这很重要 因为下周一就要对我 但是他给了各位所有的这种 assignment的写法 对吧 比如说第一个section写 第二个section写 第三个都告诉你们了 所以说白了 各位需要做到的任务就两个 那第一个事情呢 就是我们去到相应的地方 我们找到相应的信息 OK 然后第二个把这些所有的信息 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出来 放到我们这assignment里面 就可以了 好吧 那按照往年的情况来看 基本上这个assignment的成绩 基本上都在80分左右 就他不会给太高 不会给到90 当然如果你写的特别好 特别fancy 我觉得90分是可能的 但是很少见 很少见 那我呢 先把这个屏幕切换一下 切换到这个 我切换到我们的这个内容 这边来的这 OK 那各位都拿到了一个 都会到这个网站 对吧 这个网站就是PDB 叫Protein Database 这个Protein Database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网站 如果各位以后要搞结构方面的研究的话 那这个网站是离不开的 因为这个网站里面存了 现有我们所有已知protein 它的3D structure OK 那比如说我们随便挑了一个 就这个叫SARS-CoV-2 spike 什么variant-RBD whatever 这就是这个东西的名字 它哪来的呢 就是各位拿到的这4个protein 全部都是virus 就COVID-19 这个virus 就是我们新冠病毒 virus上面这个spike protein 只不过他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情况 你比如说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叫6X6XS6 这个蛋白来说 它是一个发生mutation之后的蛋白 你看它的614号 为什么这个butamic acid 变成了 这个614号 为什么这个aspartic acid 从之前的aspartic acid 变成了glycine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蛋白 跟别的蛋白不太一样的地方 那它是一个virus protein 对吧 它给了大家classification 当然 这个一般来说 我们这个spike protein 各位可能要去仔细再查一下 spike protein的一些 它主要表达在哪个地方 它的功能是什么 但是我可以稍微给大家提 稍微一点 那基本上我们的所有spike protein 它是表达在我们这个COVID-19 这个virus的membrane什么的表面上的 它的功能是干什么呢 它的功能就是 协助我们这个病毒 入侵我们人体细胞的 所以它会bind的一个 非常specific protein 在我们的身体内 比较特殊specific protein 叫做ACE 叫做ACE 那我就不多说了 这个大家自己去查资料 那我想稍微说一说 这个 各位该如何去找到这个protein 是怎么purify 因为这个是我认为这个part里面比较麻烦 因为其他的话 你上去google一下 基本上都能知道 对吧 这个protein干什么的 它在r 对吧 这都能找到 但是这个protein 在这个structure里面是怎么purify出来的 这个各位是不知道的 对吧 来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找啊 那首先呢 在每一个protein啊 每一个protein 它这个information下面都有一个literature 发现吗 在这有一个literature 你比如说这个protein 6XX6这个protein呢 它的literature叫什么呢 叫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of the protein marriage OK 所以这个就说白了 那我们整个这个molecule 它旁边这个3D structure 这个非常精细的3D structure 从哪来的呢 就是从这个paper里来的 OK 所以在这个paper里面 这帮人啊 这bunch of people啊 就这帮人 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他就做了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protein purify出来 然后送去做了X3 crystallography 就这么简单啊 然后他obtain这么一个structure 就publish 所以所有啊 之后各位 如果要去做这个X3 crystallography啊 它是一个非常容易 发这种大paper的这个 非常容易发这种大paper的这种学科 你比如说这个paper就发在了cell上面 对吧 各位都知道什么nature science cell 这些都是顶级的general 对吧 所以做X3 crystallography 它能经常能发 只要你做出来了啊 你就可以发一篇非常fancy的paper 那你同学问了为什么是吧 那原因就是说 这个protein的这个三维结构啊 它的这个精细的这个三维结构 可以给我们啊 未来去研究这个蛋白 提供很多重要的信息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发一篇很大的paper 回归正传啊 来我教给大家怎么去看这个paper 这个protein是怎么peer 你比如说哎 我看到有这么篇文章对吧 那这篇文章你第一件事 你找到啊 你得找到这篇文章 你得把这篇文章找出来 因为只有在这篇文章里面 你们才能找到这个protein怎么被词发出来了 所以第一件事大家可以点什么呢 可以点这个pand 这个pand 然后点这pand 出来之后呢 哎怎么回事 我直接在这点嘛 哎我来了 哎算了算了算了 这个东西啊我好久没用了 不记得了 那我们就直接复制这个search on payment 在这儿 然后他会带大家跑到这个pand的这个pand的这个page ok那这里面呢 就是有几个文章呢 你要记得第一个link 就是这个文章的全文 但是由于现在我们没登录啊 由于现在我可能没有登录 我咱学校的这个网站 所以可能下载不到原文 但没关系 能不能下载到原文 pdf能下载到吗 哎可以open access 那非常好 那反正就无论如何对吧 你要第一件事就是你去搜pand 卖的也好 你去搜我需要图书馆也好 你第一件事 这不用我教了对吧 你第一件事就是先去找到这个protein的原文 ok 这个这个这个蛋白 这个这个paper的原文 那这个paper的原文很长对吧 你会发现这么老长啊 我先有introduction 然后他又去discuss他的results 是吧 然后搞了好多 你看乱七八糟这些data 我也看不懂 我们完全不需要看 这不是我们关注的范围 ok 我们要关注的点是什么呢 我们要关注点 他最后有一个叫做这个methods ok 这 我们看methods 那这个methods 你看发现这些methods啊 他没有给我们完整的methods 对吧 那一般来说这些methods 可能就会放到我们的supplemental 那些地方里面去 但是我们要找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找的就是 你看他会告诉我们 他怎么去purify 比如说你看production 我们看看有哪些哈 Experimental model and subject detail research methods detail Analysis frequency 这个不是我们要管的 Generation of the cell line expressing 这也不是我们要管的 Viral infectivity assay Neutralization assay with human recentral binding production immuno 在这儿 Production and enrichment of soluble SARS-Co2-S protein trimer ok 所以就在这儿 所以我们要关注的点就是在于 他们是怎么produce的 怎么去purify这个protein 所以前面这些乱七八糟的有很多 对吧 但我们先不用care 我们唯一要care的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protein怎么去办 那怎么办 比如说你点一下 是吧 他就会take你到这个 Experiment 这个detail这个地方去 然后就找 你就找 因为我找 呃 在这儿 对吧 你看在这儿 然后 然后这个是particle 不是这里 然后 这儿 你看 他说我们这个protein是怎么来的呢 首先 我们先 我们先把这个SARS-Co2-S 这个spy protein transfect 到了我们这个cell里面去 ok 就是 因为 如果是各位做bacteria bacteria 我们叫transformation 但是如果你是 比如说我们是正常的人的细胞 是吧 你想把其他的蛋白 转到人的细胞里面去 你要做transfection 所以 他是先transfect到我们这个细胞里面去了 是吧 然后呢 他说啊 我media 然后collect了 60个小时之后 media collect了 然后 我们apply了什么东西 你看 nickel resin 看到了吗 所以我们通过什么东西去啊 我们通过histex去pureify它 对吧 我们通过histex去pureify它 然后我们这个resin被collect 然后wash了 然后用什么东西 elute 发现了吗 我们用了20毫模的 emidazzo 是吧 我们用这个去elute它了 然后你会发现 我们通过further enrichment 用了什么东西 用了gel filtration 对吧 我们用gel filtration chromatography 去enrich它 然后我们通过各式各样的把数 反正就是各位 我不 我不 我们不care 到底各位选择哪个protein 但是我就教给大家一个general的一个method 就是怎么去找这个pure 这个protein怎么pureify出来的 你就跑到这个paper的这个method material的method里面 去找相应的这个section就可以了 ok 所以当然这个蛋白比较简单 对吧 因为它是hastag的 那有的时候大家碰到蛋白可能比较麻烦 可能会用到什么 一些比较特殊的column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ion exchange 对吧 比如说有的时候 它可能还会用一些其他的tag 是吧 那这个各位自己去找一找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 我认为就是 如果大家不知道在哪去找相应的这个 相应的这个蛋白 怎么被pureify出来的 你就去找这个蛋白 你就去找这个 literature的原文 你找到这个pure的原文 你找到method的那个环节 基本上你就可以搞清楚 它到底是怎么被纯化出来的 ok 所以这个我就是 稍微给大家多讲两句 那我们回过来 看一 然后由于我这周事情比较忙 我到周五周五的时候都是特别多事 那这个我希望大家能抽这两天时间 把这个作业写完 那在周六的时候 我可能周六下午 我会抽出一定的时间 给大家稍微过一下 大家写的这部分signment 然后我可以给你们一点comments 然后你再改一下就好了 然后我们周一就submit 因为不要等到最后 这个周一的时候再给我 因为我肯定是看不完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尽量是在周五之前 周五晚上写完 这样我周六可以抽一点时间 看一看大家的signment ok 好了 那我们回到本周的内容 那我们本周的内容呢 就是教大家怎么去研究蛋白的结构 ok 所以上周我们讲过的东西是什么呢 上周我们讲到如何去measure 如果去sequence这个protein 对吧 所以上一周我们最关键的一点 其实就是sequence ok 也就是我怎么样去拿到这个蛋白的 整个它这个序列 对吧 每一个amino acid排在第几号 这是我们要拿到的 但是关键点是我们要拿到它的序列吗 它的序列很重要吗 对 它的序列是很重要 但是这个序列好像跟它的功能 还有一定的差距 对吧 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蛋白它必须要盘区折叠 它必须要fold 它必须要fold到特定的某一个结构 3D structure的时候 是不是才能显现它自己的function 也就是说我们光有sequence才不够 sequence要变成什么呀 要变成3D structure ok 那这个3D structure 它有自己独特的什么呀 function ok 那也就是说在这里面 其实比sequence 当然sequence是我们最基础的东西的吧 我们大家都要知道明白吗 我们必须要有sequence 但是比sequence 与功能相关性的 与它的功能连接在一起的 中间的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环节是什么东西 就是这个蛋白的3D structure ok 这就是为什么 虽然我们能sequence 不然那么多protein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之前讲的 我们可以用mass spec 我们去sequence 我们可以去cleave去sequence 我们可以用 什么adman degradation去sequence 我们用carboxypeptidase carboxypeptidase去sequence 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光拿到sequence 对你理解它的function 其实用处并不大 那哪一个东西才会更有作用一些 我们的3D structure 才更重要 这是需要大家知道 我们3D structure more important ok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闹清楚 我们该如何去研究 这些protein的3D structure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上周内容 那一定的延续 ok 那我们来看 那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method 叫什么呢 就叫做我们的X射线演射 我们叫X-ray crystallography 或者X射线晶体演射 ok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work的 我先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说 如果我们要做一个X-ray crystallography 你需要obtain什么东西 你需要obtain protein crystal ok 所以别的我先不强调 别的我要先强调一点这个 也就是说 我们所有的要做X-ray crystallography的G protein 它不能在solution里面 你知道吗 它一定要是一个晶体 ok 一定要是一个晶体 那同样就要问 为什么它一定要是crystal 为什么我不能放在solution 因为我们来思考一下 固体和液体什么样的区别 就是这个物质是固体的时候 和这个物质在液体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状态 你想 若是一粒盐 这一粒盐里面 如果它在固体的时候 这一粒盐里面的每一个绿离子 每一个纳离子是不是都是排队站好的 是不是它都有自己一个固定的这么一个位置 对吧 但是一旦你把这个salt 融你到了水里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你这些绿离子 这些纳离子 是不是到处飞 对吧 所以你对于理解这个蛋白 你对于理解这个molecule 它的性质 它的structure 没有任何的帮助 因为它都散架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一定需要crutein crystal 为什么呢 因为atoms are in place 它们都有字are in place 就是说 它们各自每一个atom 无论是carbon 无论是nitrogen 无论是oxygen 无论是whatever atom 它都自己固定在了某一个地方 ok 它不是乱跑的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些方式 去把它的这个相对位置 什么 给找出来 对吧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 那明白了 也就是说 我们整个这个任务里面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就是去拿到protein crystal 也就是说 这个部分是我们整个实验 最难的地方 ok 所以obtain protein crystal 也就是说obtain obtain protein crystal is the most difficult part ok 因为整个过程里面 我们要去拿到这个protein crystal 是很难的 对吧 它不像 我举个例子吧 你要把盐结晶 是非常简单 对吧 你直接把水蒸发了 是吧 那你加热一下 把水蒸发了 那它就变成晶体了 但是蛋白可不是 对吧 蛋白难在哪 蛋白就是说 你不仅要obtain它的crystal 然后这个crystal里面 这个protein structure 一定要是它的native structure 对吧 不然你想 你把这些蛋白都弄熟了 对吧 你比如我煮个鸡蛋 那鸡蛋都熟了 你拿一个熟鸡蛋的structure 给卵子用 对吧 没有任何用 所以我们最难的地方 就是obtain一个native protein structure 的crystal 这是最难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我们一般来说 做这个extracrystography 的这帮人 他们都要看运气 因为呢 他们需要combine different condition ok 你比如说 我要去结晶这个蛋白 对吧 那我要看 这个蛋白 它在不同的ph情况下 它结晶的情况 在不同的湿度下 它结晶的情况 不同的温度下 它结晶的情况 对吧 所以不同的 包括甚至不同的 这个buffer 这个salt concentration 对吧 都有可能去影响 我们这个蛋白的结晶 所以最难的地方 就是蛋白结晶 ok 湿衣工 可能就是干这个 是吧 那基本上 他们的任务 就是说白了 每天都在试 他们找一个什么 284孔版 对吧 然后在里面 每一个上面 滴上我们这个 蛋白质的solution 然后我们通过不同的方式 去给它结晶 看一看到底哪一个 能结晶出来 只要结晶出来了 你就有看 nature science ok 好吧 所以这是第一步 我们需要 obtain protein crystal 所以这个是我们 整个过程中 最难的地方 那我们拿到 这个protein crystal 之后在做什么事 非常简单 我就直接把 这个crystal干嘛 把这个crystal 放到我们 这个x射线之前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这个x射线 就打到这个crystal上面去 那你思考一下 x射线 当它打到crystal上面去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是不是 由于你们 由于里面这些atoms 它的density不一样 对吧 density不一样 所以就会导致 我们打出去的 这些x射线干嘛 发生位置上的偏移 所以我们在后面呢 连接了一个 这个接收器 连接了一个detector 那这个detector的功能 就是干什么 去detect 我们这个射线 到底是怎么演射的 也就是说 它通过crystal之后 由于里面的这些density 由于这些atoms 它的一些 electron density 对吧 它的这些proton density 不一样 所以就会导致我们这个x ray 发生演射 那我们放一个detector的目的 就是我们去找到这个difraction pattern ok difraction pattern 所以也就是说 这是我们的crystal 对不对 那拿到crystal之后 我们就可以用x ray去打它 那我打完了之后 你会发现上面有好多小点点 对吧 所以这些小点点 就是被演射出去的x视线 ok 就是被演射出去的x视线 那我拿到这个东西之后 有什么用呢 那这不是我们人能算得出来的 是吧 我们会交给电脑 那电脑可以通过 它上面这些点点的位置 帮我们去计算什么呀 帮我们去计算 这些electron density 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molecule里面的 electron density 那我们通过它们不同的electron density 我们就可以知道 哦 这个蛋白在这个位置 是一个什么atom 因为你carbon oxygen 是吧 nitrogen 这些不同的atom 它拥有自己不同的electron density 所以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些不同atom的位置 ok 不同atom的位置 那这些不同atom的位置 就告诉我们 最后就能告诉我们 这个protein会adopt一个什么样的structure 你比如说 我们拿到了这个electron density map之后 我们就可以做件什么事情 我们去看 这个protein可以形成什么样的3D structure 比如说 我发现在这个地方是一个螺旋形 对吧 那这个地方可能就是一个alpha helix 对吧 那我发现 中间这个地方有好多beta strength 然后他们互相形成hydrogen bond 那中间这个地方就可能是什么 我们的beta sheet 所以各位需要知道 整个我们拿到最精细的 就是我们该如何拿到一个最精细的蛋白三维结构 只能通过x-recrystallography 那它的精度大概是多少呢 它的精度大概是1到10个entrum 1到 我写在这儿 它的精度非常高 大概是1到10个entrum 那entrum大概是多少呢 entrum就是0.1纳米 所以10个entrum 1纳米 所以它的精细度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 ok 也就是0.1到1纳米这么一个精度 ok 0.1到0纳米这么一个精度 所以所有的各位能在ptb上面看到的蛋白的structure 都是这么来的 都是通过这一系列来的 那整个过程最难的就是拿到结晶 ok 因为某一些蛋白 是吧 它在某一种情况下 它很难结晶 对吧 很难结晶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试 直到把它的蛋白的结晶试出来 ok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x-recrystallography 它 你就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是我们的gold standard 这是我们的gold standard 也就是说 我们要想要去obtain一个protein 3D structure 你第一件事就应该想到用什么 用我们的x-recrystallography ok 因为它能帮我们拿到最高的 精度最高的这些蛋白结构 但是也有一些问题 对吧 那有一些蛋白它可能就很难被crystallize 那怎么办 那没办法 你要么就是 对吧 要么就是说这个蛋白很难达到一个 它的这种结晶的那种一个情况 那就没有办法用这种方式来做 我们可能要换别的东西 我们有可能换别的方式来做 ok 好吧 所以这是第一个 我们的x-recrystallography 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把它换第一个来着 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通过别的 我们还可以通过显微镜 对吧 因为蛋白毕竟是个东西 对不对 你毕竟是个东西 你能看得见它 当然你肉眼不可能看得见 对吧 但是我们可以借助放大镜 替我们去看见 当然 现在我们就不能用 普通的显微镜去看了 对吧 因为你像 光学显微镜的那一点点 利用光的波长 是吧 那光的波长 光波的波长 可能都比这个蛋白大 对吧 那你怎么可能去resolve 这些protein structure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一般来说 就会用到非常麻烦的 这么一个microscope的技术 叫cryoEM OK 叫做cryoEM 叫冷冻电竞 所以这个东西呢 大家可以去看 现在非常非常热门 叫冷冻电竞 怎么冷冻冻 冷冻电竞 好吧 叫cryoEM 那冷冻电竞是怎么work的呢 其实非常简单 就它先找一个protein solution 你想这个protein solution 里面是不是就充斥了protein 对吧 然后呢 它呢 很迅速的把这个protein 把它把这个protein solution 给它冰住 冰在非常薄薄的一层液体 非常非常薄 超级薄 很薄 那接下来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蛋白 送到我们这个冷冻电竞 这个电竞底下去观察 对吧 那因为冷冻了 因为现在已经冻住了 对吧 它已经冻住了 所以这个时候 你的蛋白就不怎么会移动 所以你观测起来 就比较方便 那同时它能提高我们 整个显微镜的resolution OK 但是呢 还是刚才跟我们刚才讲过 这个显微镜一样的问题 就是说 哪怕是我们用electron microscopy 我们用电子去作为 我们用电子的波长 用电子的波长 去替代我们的可见光 但是依旧 这个电子的波长 还是有点长的 所以就可能会导致 我们整个的resolution 还是没有那么高 所以你比如说我们来看 这就是冷冻电竞的一些图片 我发现这是冷冻电竞的一些图片 那你会发现 其实你这么看 好像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对不对 好像很难看清 但没关系 因为我们take the picture 比较多 我们照相 我们把这些 所有蛋白的照片 给它拍下来 是吧 我们照的相比较多 所以我们可以给它 去做一个average OK 我们可以拿它 拿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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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把这些 所有的这些 蛋白的照片 去做一个average 那最终 我们就可以找到 像模像样的 那么几张 蛋白的照片 OK 蛋白的照片 但是呢 由于我们电子的波长 还是不够短 还是不够短 所以你能观测到的 这个结构呢 还是相对来说 是以轮廓为主 OK 你比如说 旁边这个是什么东西 是我们的ATP thin phase 所以这是我们的ATP thin phase 那我举的这个例子 也是ATP thin phase 形成的一个dimer 那ATP thin phase 是一个非常大的protein 它是一个非常giant protein 它有好多subunit OK 之后我们会讲 所以这个时候 各位就可以发现 那你的确是差不多 能看出来对吧 这是两个ATP thin phase 但是我问你 这里面哪一些 amino vasset 形成了哪一些 secondary structure 是你看得见吗 是不是还是看不太清楚 对吧 还是看不太清楚 所以我们的cryoem 那它有几个limitation 对吧 第一个 就是它只能去visualize 那些比较大的protein 那你有一点点 那种非常小的protein 它可能在我们的冷冻电竞下 也是一个小点点 你也是看不太清楚的 对吧 那第二个就是 它的resolution 也没有高到什么程度 也没有高到说 我们的x-ray 能把每一个amino acid的位置 都看清楚 OK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冷冻电竞会跟谁pick在一起呢 跟我们的x-raypick在一起 它两个会一起 然后凑在一块 那我们先拿到比如说x-ray的 拿出来这么一个x-ray deluse 这个 elucidate这么一个structure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structure干什么 map到它这个paper里面去 map到它这个picture里面去 对吧 我们现在给它照了个相 就相当于是我拿冷冻电竞 先给我们人照了个相 对吧 但是呢 这个x-ray相当于什么东西 相当于我给这个人拍了个x光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可以把这个x光 和我们这个人的照相 这个相片 是不是pick到一块去 那这个我就知道 我哪根骨头 是吧 我哪根肌肉在哪地方 所以这就是他们两个可以互相配合 就是我们这个x-ray christofferty 跟我们的冷冻电竞 cryoem 他们两个可以互相配合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的IR 那这上面两个呢 还是比较精细的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讲的这几个 就没有那么精细了 就是大家就是 稍微做一下 稍微去看一看 我们这个protein 可能会存在哪些structure 就稍微看一下 但是它并不能给我们一个 非常detailed protein structure 那我们先看IR好吧 那这个东西 各位可能在这个之前 CAM136就学过了 对吧 那在IR spectrometry里面 是吧 我们先就讲过 有一些bond 它会吸收某一个特定的specific wave length的infrared 这么一个光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它就会导致我们这个spectrum产生变化 那按照我们原来 我让大家背的那么几个IR spectrum 我还记得 有几个IR spectrum 大家一定要记住 是吧 一个是我们的carbonyl 对吧 carbonyl 那carbonyl中间这根double bond 可以吸收差不多多少wave number的光啊 是不是它也可以吸收1700wave number 左右的光 还是对吧 OK 那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mino group NH 对吧 那它大概可以吸收 三千二到三千二到三千四wave number 所有的光 对吧 所以这 你就知道 那这两个啊 这两个functional group 它们的bond 可以吸收某一个specific wave number 什么infrared OK 好吧 但是 但是由于我们这个protein之间存在什么 存在hydrogen bond OK 存在hydrogen bond 所以这就导致一个问题 这个hydrogen bond 会使得我们的这些 我们的比如我们的carbonyl这个bond呢 它的absorption会变得比较weak OK 会变得稍微弱一些 所以大家可以看底下这个图 可以看底下这个图 那黑色的这个线 是我们正常情况下 expect情况下 我们正常expect 它这个 这个这个carbonyl group 它可以吸收的这么一个absorption OK 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是吧 基本上在1700左右 你觉得我往下画一下吧 那这个大概在1650 不大一下到1650吧 1660左右吧 1660 wave number左右 是吧 接近1700 但是一旦是吧 你这个你这个structure里面存在hydrogen bond 它就会导致什么呢 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carbonyl bond变得比较弱一些 OK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absorption会减弱 那同时它能吸收的这个光的这个wave number也会发生改变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用这个IR spectrometry去帮助我们做个什么事情 它去帮助我们去猜一猜这个protein里面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secondary structure OK 那我们可以一块来看 你比如说 那我们有这个alpha ketux 那alpha ketux就是这个红色这根线对吧 那如果你 看到something like this 就代表着 我们这个amino acid 我们这个protein里面存在alpha ketux 大概是1650到1660 我有难到这个地方 OK 那我们还会看到 比如说我们的beta sheet 那beta sheet在哪 那beta sheet是这个黄线 所以我看不太清楚 那黄线是something like this OK 那它有两个相对的这么一个absorption 这么一个p 是吧 那第一个大概在1620到1640左右 第二个呢是在1680到1700左右 对吧 所以当大家看到这个的时候 你就知道了 我们这个protein里面可能会存在什么 可能会存在我们的beta sheet OK 那最后我们还有random coil random coil是这根蓝色的线 是吧 那大概在多少 大概在这个1600 7是吧 1670到1680 差不多这个样子 是吧 那就是每一个 每一个secondary structure 有它自己不同的 这个 有它自己不同的这么一个absorption 体 OK 当然这个东西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对吧 它只是简单的告诉你 我这个蛋白里面可能会存在 每个secondary structure 其实用处并不是很长 用处并不是很大 对吧 因为它并不能告诉我们 这个secondary structure在哪 不像我们这个x ray 它能精细到每一个atom 你甚至都能找到每一个atom 它能形成哪一些 每一个aminovac 在哪一个secondary structure OK 那有没有比IR更fancy一点的技术呢 有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CD 我们叫circular dichroism spectrometry 它叫CD spectrometry 那这个东西要比上面这个IR更好的一点 在于什么呢 你可以通过CD去determine 我们整个protee里面 它相对的这些secondary structure的composition OK 那它跟刚才是一样的 你可以知道这里面有什么样的secondary structure 比如说你可以找到 这里面有alpha 这里面有based sheet 这种random code 都可以 这跟刚才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它比刚才更精进一点在于哪呢 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去区分一下 这几种不同的structure 它们各自的比例 OK 所以这个是要比刚才更fancy一点的 对吧 那我稍微来讲讲这个circular dichroism 我们spectrometry是怎么work的 首先我们需要思考一个东西 我们回忆一下东西 之前我们在讲这个叫做chiral molecule的时候 我们提到过一个东西叫做polarized light 大家还记不记得 所以我们之前讲过chiral molecule 还记得吧 那当我们在讲chiral molecule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叫做polarized light OK 那什么叫polarized light呢 其实非常简单 大家都看过电影吧 对吧 都看过3D电影 对不对 那3D电影是怎么实现3D效果的 你像你进电影片之前 那每个人是不是给你发了个眼镜 对吧 那个眼镜上面有一层薄薄的塑料片 对吧 那那个塑料片叫什么呢 叫polarized 叫偏振片 那偏振片像什么东西 就像一个筛子 你知道吧 因为你比如说 现在我们拿到一个光 我们拿到一个光源 比如说点了一个蜡烛 OK 那这个蜡烛是不是在往外散发光了 对吧 它有光源发射出来 是吧 那你需要注意光是有方向的 光是有方向的 光不是说 因为光也是电磁波 它也是波 它也有方向的 所以这一些光 它可能发射出来 有各式各样的方向 你比如说我波随便化 那大概有这么多种不同的方向 OK 那它的这些方向 就完全random 对吧 因为你这个光源发出来的这个光 它这些光的方向非常random 那我们需要obtain一个polarized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我只需要拿到一个方向的光 那怎么办 那我就让这些光过一个筛子 那这个筛子就是我们的偏振片 所以这个筛子就是我们的polarized polarized OK 那你比如说这个筛子里面 我只允许向上或者向下的光通过 这就是我们的筛子是吧 那这个时候 凡是通过这个筛子的 只有谁能通过 只有向上 向上或者向下的光是才能通过 向左向右或者是旋转的多少度的光 是不是都不可以通过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也就是说你左眼带的那个 就是你去电眼看电影的时候 你左眼带的那个镜片 它的光可能是上下的 OK 然后你右眼带的这个光可能是左右 那这个时候上下加左右 因为你有两个不同的方向 对吧 它跑到你脑海里 你的脑子就会去给它process一下 就会处理一下 就会把我们的这个 变成3D的这么一个电影 它其实是这么来的 那同时其实有一些那个 有一些墨镜 其实也是有这个偏振片在里面的 所以你比如说当你拿一个手机 当然现在的手机比较高级吧 可能已经 已经改进了这个问题 就是比较旧的 有些比较旧的液晶手机 那当你去看 因为液晶屏发出来的这个光呢 是有方向的 OK 它是固定方向的 所以当你带了一个 带有偏振片的这么一个墨镜 然后你去rotate一下你的手机 你会发现什么样的事情 当你转到某一个角度的时候 你能看到这个屏幕上的东西了 对吧 但是你稍微再换一个角度 再去看的时候 你屏幕上的东西就消失了 对吧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的偏振片 你的polarizer 把某一些特定方向的光给滤掉了 所以你手机屏幕发出来 这个特定方向的光 你看不到 那这个地方就黑了 是吧 所以这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这方面的知识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polarize light 那在我们CD里面 我们会用到什么东西呢 我们会用到一个叫做circular polarize light OK 那什么叫circular polarize light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光呢 它的方向是旋转的 它是旋转的 那怎么做到 跟我刚才是一样的 那你比如说 我找一个地方 我专门让上下的光通过 对吧 然后我再找另外一个偏振片 让左右的光通过 所以这个时候 那凡是你看上下下左右 我们这个光又往前前进的是吧 那这个时候 它就会变成一个 类似于这个样子的光 这么去前进的是吧 这么去前进的 所以这种光 我们就称之为 它是circular polarize light OK circular polarize light OK 那CD就用到了这种 circular polarize light 它就用到这个circular polarize light 那它做一件什么事 basically跟我们那些都做的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circular polarize light 打到我们这个蛋白溶液里面去 对吧 那由于蛋白里面这些 这个protein里面各式各样的 saccharous不一样 它就会干什么 它就会rotate我们这个circular polarize light OK 那最后我们就可以拿到 比如说 like something like this 就是一个图吧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 那这个delta epsilon 就是它的一个偏转角 这个大家不用知道 你就知道 大家需要唯一知道 就是我们这个光可以偏转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它有一个偏转的这么一个角度 就是我们的delta epsilon 那在不同的波长下 它的偏转角度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可以画出来这么一个图 OK 那你会发现 每这个不同的secondary structure 它能rotate我们polarize light的能力是不一样的 你比如说alpha helix 对吧 那alpha helix呢 在波长比较短的时候 在波长比较短的时候呢 它呢 是可以往正向的去rotate 我们这个circular polar light 发现了吗 但是呢 如果说它这个光的波长变长了 比如到200左右 200 2,2,3这个地方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polarize light 会往反方向被rotate 所以这就是几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那旁边这个signal 给大家总结了 大家可以看一看 当然并不是很重要 那beta sheet 其实也跟我们这个alpha helix share similar情况 对吧 那一开始在这个vivalence比较低的时候 对吧 那它可以往哪里去rotate 它可以往正的方向去rotate 对吧 我们的delta epsilon是正的 但是如果说我们现在稍微增大了一点vivalence 我们把这个光的波长增大一点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往反方向去rotate 那random coil跟它们两个相反 对吧 那它在差不多222,220左右的时候 它是往正的方向去rotate 我们这个circular polarize light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cd的那个情况 也就是说 我可以通过不同的这些vivalence combination 我可以去算出来 我们这个蛋白里面 它的这些不同的secondary structure 能占据的比例是多少 OK 所以我们的ir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ir 我们这个cd 主要是我们来determine什么东西啊 主要是我们来determine secondary structure OK secondary structure 所以cd也是secondary structure OK 但是你像前面的我们这个x-ray 我们的electron microscopy 它们主要是3D structure 也就是说tertury或者是quaternary structure OK 它们两个哈 关键 很重要 OK 那secondary structure 我们要搞清楚了 那我们接着来了 那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想知道现在这个蛋白处在什么状态 我该怎么办 OK 那我们可以用到protein fluorescence 我们可以用到protein fluorescence 那主要是哪个哪一个aminovacet 在我们的protein里面会产生fluorescence 会有这种fluorescence phenomenon呢 主要是tryptophan 所以这个很关键啊 tryptophan 所以很简单嘛 很好记对吧 你看这个fluorescence是什么东西啊 是不是荧光色 是吧 荧光 它有颜色对吧 所以还记得tryptophan叫什么吗 叫4SO 对吧 IS也很好记 所以看到了tryptophan 就知道它跟我们protein fluorescence有关系 那我稍微说说 fluorescence怎么回事啊 很简单啊 大家如果学CAM220 那基本上往后在学量子的时候 就会去到这个部分 那也就是说 当我们这个某一个 atom 或者说现在是我们的一个tryptophan 某一个某一个amino acid 当它吸收到某一个光的时候 某一个特定波长的光的时候 它们干什么呀 它的电子会跑到一个 比它之前energy level更高的地方去 对吧 所以你比如说 这个是我们的ground state 这个是ground state 那当它吸收了某一个特定vainless的光 它们干什么呀 这个电子会跑到一个 比它之前energy更高的地方 那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激发excited state 把激发态 OK 但是这个电子呢 在它这个激发态 在该的时间不会很长 OK 它会干什么呀 它呢 会回到ground state 但是同时它会release一个photon OK 所以就说 它呢 会回到我们的ground state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 会release一个photon出来 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是有损耗的 在这个 整个我们从ground state 跑到excited state 然后再回到ground state 这个中间是有损耗的 所以一般来说 中间这个地方呢 我们会稍微给大家说的话 你就是说在中间 是吧 它有一定的损耗在中间 当然这个部分 之后 当然我就不细讲了 如果大家学cam 220 会仔细来讲 我只是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原理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发现 我们发出来的这个 这个photon 和原来我们吸收进来的photon相比 能量是不是要低一点 所以它的vivalent会怎么样 会稍微长一点 会稍微长一点 因为回忆一下 我们之前讲 CAM 135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e等于hc3lambda 对吧 能量等于hc3lambda 那现在我们的能量怎么样 我们的能量比之前要低了一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lambda 我们的vivalent多长 要比之前要长一点 OK 所以你比如说 如果我们来看这个tryptophan 它的phoresis 很简单 那这个是tryptophan的absorption spectrum 也就是说它的吸收光的能力 OK 你会发现 它吸收的光 大概在哪个地方吸收的比较多 大概在这个部分 在这里吸收的比较多 OK 它吸收比较多 那tryptophan呢 基本上是 它能吸收295nm的光 当然这个地方 跟这对不上 但没关系 你明白就可以了 就是我们的tryptophan呢 这是我随便找了个图 就是我们的tryptophan 大概能吸收295nm的光 差不多这个样子 然后跑到它的激发态 那这个时候 它会从它的excited state 是不是回到ground state 是不是再release一个photon出来 对不对 那这个我们称之为emission spectrum 那你需要注意 我们这时候release出来 这个photon的能量 要比之前我们吸收的 要低一点 对吧 所以它的波长会怎么样 要稍微长一点 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 我release的这个波长 是不是要比之前要长一点 那我们的tryptophan 大概会release 大概多少波长的光呢 大概是330到350nm的光 所以这个是吸收进来的 OK 这个呢 是释放出去的 那是释放出去的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一点 我们可以做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看它的emission spectrum 来确定一下这个tryptophan 它处在哪个位置 OK 它周围的environment 是什么样子 OK 那我们都知道tryptophan 是一个什么样的mine acid 它是一个aromatic mine acid 它是一个non-polar mine acid 对吧 因为它的side chain 有那么一大坨 non-polar的固 所以它是相对来说 是hydrophobic的 所以tryptophan 各位记得 那当它在一个hydrophobic的environment 里面的时候呢 它的phorescence intensity 会怎么样 会强 OK 那它的wavelength会怎么样 会相对来说较短 我们叫蓝移 那对应的 还有另外一个叫红移 对吧 redshift 那redshift的意思就是 它的波长会变得更长 因为红光的波长要更长 对吧 所以我们把这种 波长变长的这种移动 我们称之为红移 OK 那蓝移叫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波长变低的 这种移动 我们称之为蓝移 OK 一个是红移 一个是蓝移 所以说白了 blue shift 就是我们这个emission的这个light 它的wavelength要低一些 要小一些 这个叫蓝移 OK 所以我们一会儿来看两个情况 很简单 那第一个是在这里 你比如说 我们在这种情况 那现在这个tryptophan的外面都是什么东西 它的外面都是water 对吧 它们都在一个solution里面 所以你会发现 现在我们这个tryptophan 它exposed to water exposed to water 那这个时候 它处的环境是hydrophobic的吗 不是 对吧 它处在一个hydrophobic的环境 它处于一个polar environment 所以你会发现 它的phorescence intensity 大概在这个位置 对吧 它的wavelength大概在这个位置 但是一旦 我们把这个tryptophan 放到了一个nonpolar environment 里面去的时候 我们看到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这是我们tryptophan 对吧 它跑到哪里去了 它跑到我们的两个phospholipid bilayer上面去了 对吧 它跑到bilayer里面去了 所以它现在处在一个hydrophobic的environment 发现了吗 因为它现在介于两个 介于我们这个phospholipid bilayer之间 那它中间自然而然就是那些fetis 这个tail了 对吧 相对来说 它会比较nonpolar 所以这个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问题 它的fluorescence intensity怎么样 寿比之前要高了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的fluorescence intensity 在nonpolar的环境 相比于polar的环境 是不是更大呀 是不是更高啊 对吧 那同时你发现它的waveless怎么样 是不是变得更小了 对吧 所以它发生了blue shit OK 它发生了blue shit 很简单 easy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知道 protein fluorescence 这个technic可以用来干什么呀 它可以用来determine determine 我在写什么 determine protein status OK 那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protein 它处在一个native状态的话 那你想想 它的triptophane应该在哪 是不是应该处在 nonpolar environment 对吧 因为它本身是一个nonpolar 所以它喜欢待在nonpolar environment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protein 处在native state 那这个时候 它就应该是一个intensity比较高 对吧 它的这个waveless也比较小 对吧 但是一旦我们把这个protein denature了 那当它denature之后 我们吃不吃饭 是不是exposed to water exposed to aqueous solution 那这个时候 它的forestation intensity会降低 然后呢 它的整个的waveless会升高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protein fluorescence 它对我们研究结构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帮助 主要用来帮助我们去判断一下 这个蛋白当前所主动 是吧 它是在膜内 是吧 还是在水溶液里面 它是native状态 还是denature 所以这就是protein fluorescence的帮助 主要就是靠triptophane 好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nmr 对吧 nmr 那这个也是各位在 247 如果大家学过 有这个需要学247 或者下次247的时候 我们就会学nmr 叫nmr 叫nmr 这叫核磁共振 核磁共振 那这个核磁共振 可以干什么呢 它可以帮我们去determine 我们carbon和hydrogen 它们所处的environment 它们所处的feedwork ok 那也就是说 我举个例子吧 你比如说 最简单的一个structure 比如说我拿到 something like this 很简单 我就拿一个alcohol 我就拿一个alcohol 举个例子 这是我们ethanol 对吧 那你会发现 我们这里面有两个carbon 对吧 那这两个carbon 是不是所处的environment和fremor 是不一样的呀 你看这边这个carbon 它身上接了三个hydrogen 对吧 然后还有一个carbon 那旁边右边这个carbon 身上是接了两个hydrogen 然后一个carbon 然后还有什么呀 然后隔壁还有一个hydrogen 对吧 所以它们两个carbon 所处的environment 就不一样 甚至这些hydrogen 所处的environment 是不是也不一样 那这仨应该是等价的 对吧 这俩应该是等价的 那最后hydrogen 它们这个hydrogen 它自己是一个environment 对吧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NMR 去干什么呀 去推测一下 这些carbon 这些hydrogen 它们所处的environment 那反过来 我就可以去推导 某一个molecule的structure OK 所以如果大家将来要去二次期 我可以给大家稍微讲一讲 非常简单 首先呢 你这里面有两个carbon 对吧 所以你的碳13NMR 就应该有两个peak OK 就应该有两个peak 好吧 那每一个peak 都代表某一个carbon 所存在的environment OK 那我们有两个 对吧 我们有两个 那我们还可以去认识谁 我们还可以去认识hydrogen 对吧 那这个时候 大家可能没有学 但我给大家说一说吧 那这个hydrogen 它是mostly deshielded OK 所以它呢 基本上会处在 它是一个singulate 它会处在一个非常 deshield的情况 所以在这个地方 会有一小点边 一个小的peak 那这个就代表着 我们的OH OK 在我们的OH上的hydrogen 那我们这里面还有什么东西 我们还有 两个hydrogen 结在这个carbon上面 那它们也会split 那这个应该是两个hydrogen 处在一个什么状态呢 处在一个triplet的情况 不triplet quadroplet 应该是quadroplet OK 所以在这里就会有一个四个 类似四个这么split OK 那这是两个hydrogen 两个hydrogen OK 那最后前面我们还有一个 是吧 carbon结了三个hydrogen 那这三个hydrogen也会split 它的environment也不一样 所以它也会split 所以它是三个hydrogen triplet OK 然后triplet 所以我们在网络看 它会有一个 something like this 一个triplet 那这其实是三个hydrogen 那我们通过这几个 比如说carbon environment 通过hydrogen不同的environment 我们就可以去判断 这个molecule 它的structure OK 当然我这讲的比较多了 讲的比较细了 那你们不用特别去care 等你们学了247之后 自然就会学 但是我需要强调的一点 是什么呢 对于我们的NMR来说 没错 它的确是能帮我们去determine 这个structure determine这个情况 但是呢 相对来说 它如果放到protein里面 会很复杂 因为你想想 protein可不是一个ethanol 对不对 protein不是一个ethanol 那protein 它可能里面有几百上千个 amino acid 所以你可以想象到 它的这个NMR spectrum 有多么的复杂 有多么的复杂 所以一般来说呢 我们的NMR 它的这个protein 这个structure determination 一般我们用在 比较小的蛋白身上 那你的蛋白如果太大了 那它能给我们的信息 也比较有限 对吧 因为太复杂了 我们没有办法去分析 但是如果你蛋白比较小 没有问题 你可以用NMR 去做analyse No problem OK No problem 好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NMR 这就是NMR OK 好了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 以上的方式 去study我们的protein structure 当然在这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这个X-ray 它是我们重中之重 因为你要拿到 最最最最精细的 这个3D structure 你就需要依赖 X-ray 其他的都只能是辅助 都整个辅助 好了 OK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来 学一个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学一个更复杂的东西 是吧 那之前我们讲了 我们的蛋白有什么 有primary structure 这是protein sequence OK 所以它是sequence OK 那primary再往下走 是不是有secondary 那secondary是什么东西 是local structure local folding 对不对 是吧 那接下来我们从secondary 是不是 tertiary tertiary是什么东西 tertiary是我们 one peptide chain的3D structure 对吧 那我们还有quaternary structure 是什么东西 是我们有difference of units 它的combination 对吧 那现在我们更麻烦 protein protein interaction 是什么意思 就是两个蛋白之间 它们在相互作用 OK 它们可能有着自己独立的secondary tertiary quaternary structure 那同时这两个蛋白还可以做在一起 你比如说我来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我做的实验是吧 我研究的是NMDA receptor 叫NMDA receptor 和什么呀 和一个叫做 nicotinic acetylcholine receptor OK 那如果各位学neuralsign 同学 应该对这两个receptor 还是比较熟的 是吧 那NMDA receptor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glutinate receptor的一种 是吧 那NNCH2 我们这个 Cetylcholine receptor 就是以前胆典受的一种 是吧 这个我就不再讲了 你就知道 这是两个很复杂的receptor就可以了 OK 那它们两个 每一个subunit 都有各自的tertiary structure 然后我们组合这些不同的subunit 就可以形成什么 就可以形成这个receptor 所以这些receptor 就是quaternary structure OK 那同时呢 这两个 我告诉你啊 这两个receptor之间 还能再interact 它两个还能再凑在一块 OK 还能凑在一块 是吧 所以这种就叫做protein protein interaction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问几句话 我们怎么去study 我们怎么去研究这种protein protein interaction 这很关键 这很重要 那我们有第一个非常重要的experiment 也就是我们的goldstandard 是吧 第一个实验人是最重要的 非常重要 叫什么呀 叫pulled-on essay OK 叫pulled-on essay 什么叫pulled-on呀 pulled-on就是把你扯下来 拉下来 对吧 所以就这个实验 其实就是自妙的意思 就是自妙意思 就是我把这个东西拉下来 所以我们先不要管这这些这些字啊 这个大家自己回读一读就可以了 这个不是很关键 你听我讲一讲这个实验怎么做就可以了 那这个pulled-on essay里面 非常经典的一个experiment 叫做什么呢 叫做co-ip OK 它的全名叫co-immunoprecipitation 叫co-immunoprecipitation OK 叫免疫共沉淀 是吧 很复杂 那我听说什么叫免疫共沉淀 没关系 我给大家一个一个来讲 OK 那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你要沉淀下来 对吧 你总得有一个很重的东西 对不对 那这个东西很沉 所以它能沉淀 对吧 所以首先我们需要有一个b子 OK 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的一个b子 OK b子 那这个b子上面会有个什么东西呢 会有一个叫protein-a或者protein-g 但是你不需要管protein-a还是protein-g是什么 你只需要知道 它就是这个b子上面带了某一个特性的group就可以了 就是某一个特性的group OK 那这个b子是我们肉眼基本上就可以看得见 就是一些agrosbees agros 它就是一些 叫什么了 这些叫agros 这些穷脂糖 这些穷脂糖的bees 就是那种半透明的那种小胶胶胶胶胶的那种小的这个珠子 OK 那这个agrosbees上面呢 我们放了一个protein-a或者protein-g 说白了 这就是某一个group 比如说我用绿色来代替的好吗 所以这就是一个group 你把它当作group就代替 OK 那 我们现在有可以沉淀下的东西对吧 因为b子很沉对吧 agrosbees它很沉 所以你稍微一离心 barrr就跑到地底下去了 笨重了 对吧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事情 我们要免疫沉淀 我们先别管cull 我们先别共 我们只先管什么叫免疫沉淀 那这里面有个最重要的词叫immuno immuno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应用了免疫学的原理 对吧 那我们用到了什么样的免疫学原理啊 我们用到了某一个antibody 可以bind某一个specific protein OK 所以原理在这 原理非常简单 也就是说我们的specific antibody specific antibody bind specific protein OK 好吧 那我还是按照是吧 我还是以这种过气一人的这个举个例子吧 好吧 那首先 对吧 如果我要把吴亦凡沉淀下来 对吧 那你想想你怎么办 对吧 那你想想你怎么办 那第一件事就是 我们这个蛋白里面是吧 我们有吴亦凡蛋白 就说我们在这个protein solution那里有吴亦凡蛋白 这就是吴亦凡蛋白 我换个颜色 换一个蒙南粉 好吧 换一个蒙南粉 那这个就是吴亦凡蛋白 OK 那接下来的事情就是说 我怎么把吴亦凡蛋白给揪下来 是不是 那我得找一个东西 他能跟吴亦凡蛋白发生interaction 对不对 所以这时候我找谁呢 我找一个吴亦凡粉丝 对不对 这个吴亦凡的粉丝就是我们的antibody 那他就是我们的antibody 因为这个某一个specificantibody 可以bind某一个specificprotein 所以吴亦凡的粉丝 他是脑残粉 他就只喜欢吴亦凡 他不喜欢别人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找了一个antibody 那这个antibody 他可以specifically bind specificprotein 比如说吴亦凡抗体 他就specifically bind 吴亦凡蛋白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要消费过期一人 过时一人 就是为了大家好理解 OK 所以现在他们两个就粘在一起了 对吧 这吴亦凡的脑残粉 就粘在了吴亦凡身上 但是现在他还沉淀不下来 你发现吗 沉淀不下来 为什么呀 因为antibody 它其实也是一个soluble protein 对吧 所以你在spin 你再去做centrifuge的时候 它也下不来 它也在飘在solution里面 那怎么办呢 是吧 那这个时候 吴亦凡的脑残粉 它都有一个什么呢 都有一个体重基数 比较大的男朋友 OK 所以旁边这个biz 就是这个antibody 也就是说 这个antibody 不仅可以bind 某一个specific protein 还可以bind我们的biz OK 还可以bind我们的biz 所以这个时候 是吧 我们的这个蛋白啊 它不 我们这个antibody 它不仅bind到了 它这个无力凡蛋白身上 它还bind到了 我们这个biz上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只要一spin 是吧 那这一票东西 这一票东西 是不是都沉淀下来 对吧 那这个过程 就叫做immunoprecipitation OK immunoprecipitation 好吧 那我们搞清楚了 immunoprecipitation 那我们再考虑一下 什么叫coimmunoprecipitation 对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知道 吴亦凡啊 他喜欢小妹妹 对不对 那他的身边 总是跟着一些 其他的妹妹 比如说 那个都美竹 对不对 对不起 我不该消费啊 我再次道歉 但是各位明白 我的意思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时候 对吧 那这个protein的隔壁 永远可能会有 一个其他的protein 正在跟它发生interaction 对吧 你比如说 多美竹正在跟吴亦凡 发生interaction 那这个时候 当你去spin的时候 你是不是不仅 把这个蛋白带下来了 对吧 把吴亦凡蛋白带下来了 你甚至还把多美竹 蛋白一起带下来了 对不对 对吧 因为他们两个 正在发生interaction 对吧 那这个我们就称之为 immunoprecipitation coimmunoprecipitation 也说 我只去沉淀 我想要要的那个蛋白 这个方式叫做immunoprecipitation OK 但是呢 如果我顺道 把正在跟这个蛋白 发生interaction 其他蛋白一起带下来了 那这个就叫做coimmunoprecipitation OK 所以我用这么一个 非常粗俗的例子 给大家讲解了一下 什么叫coip 什么叫coip 那比如说我们可以看上面这个 example 对吧 那这个是我们的cellulisic 里面有各式各样的蛋白 那有一些蛋白呢 正在发生interaction 那这个时候 那我们有一个antibody 对吧 antibody现在跟B子 结合在一起了 那antibody呢 会bind到 比如说三角形 这个protein上面去 对吧 那当它bind的三角形 这个protein的时候 是不是就连着方块 蓝色方块的protein 一起带下来了 当它spin的时候 一起带下来了 所以这个过程 我们就称之为coimmunal precipitation 那它也是一个 我们非常重要的goal standard 因为你想想 如果这两个蛋白 正在发生interaction 是不是你拉这个蛋白的时候 一定会把它带下来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 甚至我还要反过来做一次 我再去拉一下 这个binding partner 我看看能不能把它带下来 所以我正在做一次coip 反正做一次coip 那这个时候我就能验证 这两个蛋白 是不是真正存在interaction OK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coimmunal precipitation experiment 我们的pulldown asset 我们的pulldown asset OK 好吧 有没有问题 我觉得这个应该讲得很粗俗 各位应该能明白我自己讲什么 应该还是不要讲什么 OK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crosslinking crosslinking 在干什么呢 那crosslinking就是说 如果你这两个蛋白离得比较近 对吧 然后他们有的时候 我跟你说 他们有的时候 这个interaction可能是转瞬即逝的 你比如说 我就kiss and run 对吧 比如就像我们讲这个vesicle release 我们讲过kiss and run 那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就凑在一块 凑了一下下 然后吧就分开了 对吧 那你说他两个能不能有interaction 有 对不对 但是你很难去confirm 是吧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种crosslinking的方式 也就是说 只要这两个蛋白凑得近了 我们就干什么 我们就拿一个绳 把他们两个拴在一块 而且这个绳还是covalent body OK 所以我们通过这种chemical crosslink的方式 可以在两个相隔比较近的蛋白之间呢 去形成covalent interaction 那我们来稍微画画 再做个什么事情啊 你比如说 这个是一个protein OK 他正在跟另外一个protein发生interaction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一件什么事呢 我们找到比如说 一个狗绳 找到一个crosslinker 所以中间这些东西是我们的crosslinker 找到一个绳 OK 那crosslinker它的功能就是在我们这两个蛋白之间建立什么东西啊 建立我们的covalent interaction 也就是说它会跟左边这个蛋白形成covalent interaction 也会跟右边这个蛋白形成covalent interaction 那这个时候这两个蛋白都怎么样了 就covalently link在一块 那当然你可以去干什么呀 你可以去customize一下这个crosslinker的长度对吧 那如果你想看两个蛋白离得特别近的时候 你想把它crosslink在一起 你可以用一个短的crosslinker 那你也可以 如果你想看两个蛋白 是不是离得稍微远一点的时候 也有interaction 你可以用一个比较长的crosslinker 都可以 这个取决于你想学什么 你想study什么 你想去研究不同的状态 就是可以 OK 所以我们有很多的group 可以用来做crosslinker 比如说什么呀 什么primary amine 对吧 carboxyl group呀 carbonyl啊 对吧 还有什么的这个sulfur group呀 sulfurhydr group呀 他们都可以用来做我们的crosslinker 那当我们crosslink完毕了之后 我们做了什么事啊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protein干什么 送去digestion 然后送去做massback 因为做massback之后 它就能告诉我们这两个蛋白谁是谁 对吧 因为我们之前就讲过了 我们的massback可以做什么 可以帮我们去determine protein sequence 对吧 所以当我们把这两个蛋白的这个crosslinking 做完了之后 我们把它们分离出来 那分离出来之后 我们把它们打碎 然后送去massback 我们就能拿到这两个蛋白 他们自己的identity 他们各自是谁 好吧 很简单是吧 easy 所以这是我们的crosslinker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了 就是说 这个有的时候这个crosslinker 除了可以帮助我们去看两个protein interaction之外 还有一些别的作用 你比如说有一些蛋白 它在X-ray chrysopics 在结晶的时候 对吧 结晶的没有那么好 你可能给它crosslink一下 能够变得更好 也有这样 也有这样 所以我们的crosslinking呢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去study 这些protein 在一些比较近的距离 这些protein interaction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也帮助我们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OK 好了 那这是我们的crosslinker 那接下来是我们的fluorescence microscopy 这叫荧光显微镜 对吧 荧光显微镜在做什么事 很简单 道理跟我们之前讲的那个 怎么说呢 就是去visualize protein in the cell 是一样的东西 OK 那我们做一件什么事情 首先你要知道的一点 就是protein自己是不会发光的 对吧 就是哪怕它有tryptophan 但是你想真的让它显出一个颜色来 其实很困难 因为tryptophan是UV light 对吧 它吸收释放的是UV light 它不是可见光 所以你看不见 所以phorescence microscopy 我们在干什么 我们需要想的方式 去在我们的这个细胞 或者在我们这个组织里面 去visualize某某某一个protein OK 那怎么办 一样的 我们还是运用刚才那个技能 就是说我们传统异能了 对不对 我们的specificantibody 可以bind specificprotein 所以还是用到了我们刚才讲过的specificantibody bind specificprotein OK 还是用到这个方式是吧 只不过现在我们这个antibody呢 我们稍微给它做一点变化 也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antibody上面做个什么事呢 我们可以给它放一个会发光的东西 OK 这个会发光的东西呢 我们称之为fluorophore 叫荧光素 那这个fluorophore可以发出一些特定的光 你比如说我们有green fluorescence protein 它可以发出绿光 red fluorescence protein可以发出这个红光 是吧 我们还有什么yellow fluorescence protein 还可以发生 可以发出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黄光 对吧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不同的蛋白 其实在不同的fluorophore的蛋白 送到我们这个细胞上面去 对吧 送到我们细胞里面去 然后你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是吧 你比如说我可以用绿色的蛋白 我可以用绿色的这个antibody 去label某一个specific protein 我还可以干什么 我还可以用红色的这个antibody 是吧 我们去label某一个specific protein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我凡是label出来的这些protein 是吧 我把它放到荧光显的下来一看 是不是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看到 这个protein的localization 所以这个phoresis microseP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它可以帮助我们去determine localization protein 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去 determine localization of protein 所以它可以帮我们去判断protein的位置 那比如说这个protein 是不是在nucleus里面 这个protein是不是在exon上面 这个protein是不是在cidazole里面 对吧 所以它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这个 那同时你先想 如果我们染两个protein的话 是不是我们还可以知道 这两个蛋白 它们两个是不是在一起 那这种我们就称之为 collocalization 那也就是说 如果我想去确认两个蛋白 是不是有interaction的话 你是不是第一步就可以考虑先用我们的phoresis microstopy 因为它们两个又不要发生interaction 你得让它两个在same place 对不对 那如果它两个都不在same place 它还发生个毛线的interaction 对吧 比如说一个在cidazole里面 一个在nucleus里面 那它们两个就跟雀条相会一样 永远不可能发生interaction 对不对 那这就是很关键的一点 所以你再确认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 在做我们的coIP 在做我们的crossing之前 你可以先做一个phoresis microstopy 确认 OK 这两个蛋白的确 它们两个在的位置是一样的 OK 那它们两个在的位置是一样的 我们才可以说 它们两个有可能会有interaction 所以我们的phoresis microstopy 它的collocalization这个实验 是没有办法帮你去confirm 两个蛋白之间是否存在interaction 能明白我的意思吧 是吧 这个很好理解 因为它们两个在一个地方 不代表它们两个一定interaction 是不是 对吧 你比如说 大家是吧 这个同学都在一起 那你能 你同学虽然都在一起 你能说 这两个同学一定抱在一块吗 不能 对不对 那它们两个可能坐在一块 可能站在一块 但是你说它两个抱在一块吗 不可能 不一定抱在一块 有可能抱在一块 不一定抱在一块 所以collocalization experiment 只能告诉你 它们两个会处在相同的位置 但是没有办法帮你去确认 这两个蛋白真正是否存在 direct protein protein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phoresis microstopy 你比如说 我们来看这个 你会发现 这个protein 这个绿色的protein 跟我们红色的protein 是不是发生了collocalization 因为红色加绿色 是不是黄色 对吧 所以你会发现 它大部分情况下都是overlap的 也就是说这两个蛋白是处在什么状态 这两个蛋白是处在相同的位置的 但是他现在问你 这两个蛋白真正在发生protein protein interaction吗 不一定 对吧 它们两个在same place 不代表它们两个一定是发生protein interaction 这很关键 那如果你要确认它两个是否发生protein interaction 你该做什么 你该去做coip ok 你该用我们刚才讲的这个pulldown 这个很关键 好 那我们除了这个 我们可以用比如coip之外 我们还有没有别的方式 可以帮助我们去 确认 就不能叫确认 帮我们去screen一下 两个蛋白是否存在interruption 什么的别的方式呢 哎有 我们可以用这种true hybrid system 那我们会讲几个不同的方式 比如说我们去看第一个 叫做bioid ok 叫做bioid 那这个bioid是个什么东西呢 非常简单 我给大家讲 大家就明白了 首先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特定的protein of interest 也就是说你想study哪个protein 这个你得知道 所以这个后面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叫什么呢 叫protein of interest ok 也就是说你感兴趣去研究哪个protein 这个你得自己知道 这个也很关键 就包括刚才那些也是一样 你比如说我要做coimmunal precipitation 对吧 你得知道用哪个antibody 对吧 你这个antibody specific去换了哪个蛋白 这个你得知道 所以我们刚才也是一样的 在这个bioid里面也是一样的 我们得知道这个protein of interest 这种关键 ok 那其次 我们会给这个protein of interest 给它的前面 去fuse另外一个protein 也就是说这两个protein是fuse在一起的 是fusion protein 它两个是合在一块的 那前面我们会给它fuse一个什么protein呢 叫bira ok 叫bira 那这个protein是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biotin ligase 它是一个biotin ligase 也就是说 它可以帮助我们在别的protein上面 加一个特殊的molecule 叫bio 叫bio ok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一旦把这个plasmat 送到某一个细胞里面去表达的时候 我们通过transformation transfection 我把这个东西送到某个细胞里面表达的时候 那你会表达出来一个 你会表达出来一个fusion protein 也就是说 bira会带上你的protein of interest protein of interest 那这个protein 我们称之为bate protein 就是你的诱饵 钓鱼跟钓鱼一样 钓鱼有诱饵 ok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思考一下 是不是某一些蛋白 就会跟你的protein of interest的发生interaction 对吧 有一些蛋白就会跟你的protein 没有发生interaction 那他们两个要发生interaction 就必然会怎么样 必然会凑得很近 对不对 那一旦凑得很近了 就会怎么样 就会近诸者 赤记末者 嘿 你知道吧 所以当它离我们这个protein of interest 很近的时候 这个bira这个protein 就会在那个protein上面给它加上biotin ok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发现 比如说 这个是我们的protein of interest 发现吗 这是我们的protein of interest 对吧 然后它的binding partner过来了 也就是说 下面这个圆的protein 它会跟我们上面这个protein of interest 发生interaction 那一旦它两个离得很近了 bira就会在它的身上放上biotin ok 放上biotin 那之后我们怎么去看 到底谁跟这个蛋白发生interaction了呢 我们可以这么 我们很久能去操作就可以了 我们把这个细胞先破碎了 对吧 给它先lice掉 给它先裂解掉 那裂解掉了之后 是不是把它所有的protein都release出来了呀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只想看哪些protein身上有biotin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会用另外一个biz 这个biz上面会放上一个叫做strap epit 这个东西叫strap epit 那这个strap epit 可以specifically bind the biotin in high affinity 所以这个strap epit 可以bind biotin in great affinity 那由于它又是一个biz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只要一spin 那你这个biz上粘的这些带有biotin的这些蛋白 是不是就一起被带下来了 对吧 就类似于pull down 对吧 类似我们刚讲的pull down 那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去分析 这些被带下来的蛋白都有谁就可以了 对吧 那这些蛋白有谁 那这些蛋白就可能之前跟我们的这个biz protein 发生过interaction 当然了 你这个bioid还是需要further confirmation 就是你还需要再做coip 对吧 为什么你还需要再做coip 因为道理非常简单 那凡是离着这个蛋白比较近的 是不是都可能会被这个bira所带上biotin 对吧 那有一些protein可能就是random 就跟这个蛋白凑在一块儿 也有这个可能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random的蛋白也被带上了biotin 但是他其实可能没有跟我们这个protein of interest 发生实质性的interaction 对吧 所以当你做完了bioid 所以我们叫他screening 对吧 叫screening 那那做完之后的这个结果 你还需要再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去confirm OK 通过下方式去confirm 所以这是我们bioid 对吧 very truthful 非常简单 那我们再讲一个更个fancy的experiment 叫fright 或者叫brite OK 那fright呢 叫phorescence 或者叫foster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OK 那brite叫什么呢 brite叫这个 叫bioluminescence 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OK 所以名字很复杂 对吧 但是没关系 很简单 我给大家讲就明白了 虽然这是一个很fancy的东西 但是呢 道理是点简单 首先我们还是得用到荧光 对吧 我们又要用到荧光了 是吧 那这个荧光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我们现在要用两个不同颜色的荧光 但是呢 这两个不同颜色的荧光之间一定要有overlap OK 你需要注意啊 也就是说 你看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荧光能发出来的颜色 是吧 那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荧光啊 它所能发出来的颜色 那你需要注意 它们两个之间一定要有overlap 那是为什么呢 我给大家一讲就明白了啊 你比如说 我拿到了一个荧光素 这个荧光素 是不是可以发出一道光 对吧 我们可以先激发这个荧光素 然后呢 当我激发这个荧光素的时候呢 我可以让它发出一道光 是不是 我们 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 fluorescence microscopy 对吧 当我去激发它 发出一道光之后 我们就可以比太多这个光 对吧 很简单 但是现在如果我们要做fret 我们要干什么呢 我需要这个光 能被另外一个荧光素所吸收 再发出另外一个颜色的光 所以这时候我就希望 这个光呢 能被另外一个荧光素所吸收 对吧 然后再发出另外一个颜色的光 也就是说 我们中间呢 是需要做一次荧光的转化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叫resonance energy transfer 也就是说 我们这个一开始 我们打进来这个激光 激发了我们第一个fluorofor之后 这个fluorofor所释放的这个 fotone 又被另外一个荧光素所吸收了 对吧 然后这个荧光素又被激发 再产生一个新的fotone 所以我们最后detect 应该是最后这个fotone 而不是之前的 OK 而不是之前的 好吧 所以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么一个想法 就是说 当两个蛋白离得很远的时候 你可以思考一下 那第一个蛋白身上所带的这个荧光 荧光素所释放的light 能被另外一个荧光素所吸收吗 不能 对吧 因为它两个离得太远了 too far OK 但是如果两个蛋白离得非常近 这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是不是正好第一个荧光素 它所release出来这个light 正好被我们旁边neighbor的 跟它隔壁的这个荧光素所吸收了 是不是 它再释放另外一个light出来 对吧 OK 所以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 我先用uv light 去激发我们的荧光素 对吧 然后呢 它会释放出一个 比如说blue light OK 它会释放出一个blue light 它会释放出一个蓝色的光 好吧 我把这个改一下 释放出蓝色的光 那当这个蓝色的光 它如果隔壁这个fluorfo 离得特别近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个蓝色的光 正好就能被我们的fluorfo所吸收 是吧 然后它再会release一个新衣服装 比如说 它会释放出一个红色的光 OK 那这个时候各位就知道了 如果两个蛋白离得特别远 当你打uv light的时候 你能检测到的光的颜色是什么 是不是蓝色 对吧 因为它两个离得太远了 too far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蓝色的光 没有办法被第二个fluorfo所吸收 对吧 所以你能检测到光线的颜色是蓝色 那就代表着这两个protein之间 没有interaction 没有interaction OK 那如果说这两个蛋白离得很近 它两个之间发生了interaction 会怎么样 那uv light打进来 产生了一个蓝色的光 这个蓝色的光 正好被它的interacting partner 身上所携带的这个银光素所吸收了 它再释放出一个红色的光 所以你检测出来的光是什么颜色 是红色的 那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 当我检测出来两 当我检测出来这个光是蓝色的时候 代表着这两个蛋白之间离得很远 它两个之间没有interaction 那一旦我检测出来的光是红色的时候 就代表这两个蛋白离得很近 是否我们就可以 那也有interaction 就可能会有interaction 对吧 就是这么来的 那bright也是一样的原理 那bright也是一样的原理 只不过在bright里面 我们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我们把前面的这个floorfor 换成了一个enzyme 这是唯一的区别 也就是说 之前在flight里面 前面这个地方是一个荧光素 是一个floorfor 所以它是受到 比如说其他光的刺激 被激发出来的 对吧 但是呢在我们的bright里面呢 是我们会把前面的这个东西 换成一个enzyme 换成一个enzyme 那这个enzyme 可以去metabolize一个特定的molecule 它会释放某一个特定vaivalence的光 所以就不用我们手动给它打激光了 对吧 它自己就可以去metabolize某一个物质 然后去产生某一个颜色的光 这就是flight和bright这种的区别 OK 所以这时候我给大家留了这个图 大家可以看到 那前面这个 前面这个荧光素 它的emission spectrum 一定要跟后面这个acceptor 它的excitation spectrum 一定要有overlap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overlap 就代表着我们后面这个荧光素 没有办法吸收前面这个荧光素 所以你这个flight和bright就白干了 OK 所以他们两个之间一定要有overlap 那如果他们两个离得特别远 比如超过10纳米了 那这个时候我们第一个荧光素 所释放出来的这个light 是没有办法被第二个荧光素所吸收的 所以你检测出来的光 还是第一个荧光素 它的emission spectrum 但是一旦两个蛋白离得特别近了 我们第一个荧光素所释放的光怎么样 正好被第二个荧光素吸收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你再检测 检测出来的spectrum 就是第二个荧光素 它的emission spectrum OK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很关键 那对于bright也是一样的 是吧 那你头前面这个enzyme 这个enzyme 它metabolism某一个中期 产生了这个light 一定要跟后面的这个fluorophore 它的excitation spectrum 一定要有overlap 因为如果他们两个没有overlap 你前面这个enzyme发出来的光 对吧 它release出来这个photon 是没有办法被后面这个所吸收的 所以你就没有办法看到第二个spectrum OK 所以这就是他们两个这样的区别 也就是说 在fright里面 我们是用比如说其他的laser 其他的light去excite我们的这个fluorophore 但是呢 在bright里面 我们是用一个enzyme catalytic reaction 用它去produce某一个specific light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fright或者bright 那对于fright来说呢 相对来说它可能更麻烦一点 因为哪怕我们这个for 或者在不同的orientation 在不同的这种 这个方向的情况下 可能它吸收的情况也不一样 好吧 所以这就是给大家稍微提一点 这个你们没有讲 但是我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那同理fright或者bright 它也没有办法去confirm 就完完整整的去confirm 这两个蛋白之间一定存在interaction 也有可能它两个就离得近 对吧 有可能 所以你当做完fright和bright之后 它也只能是一个screening test 你还依旧需要用比如说QIP 前一种pulldown assay 去confirm它两个之间的确存在protein protein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fright 的pright experiment 那最后 最后一点点 我们给大家讲讲enzymatic assay 那这个enzymatic assay 主要在做什么 主要在测什么呢 主要是在测enzyme的activity 所以它主要是帮我们去测enzyme的activity enzyme activity 那这个enzyme activity该怎么去measure 很难 对吧 因为你想想所有的这个反应 你根本看不见了 对吧 你这个enzyme在里面它根本看不见 所以那你怎么能去确认这个enzyme的反应速率 就是它能增快我们这个反应到达什么样的程度 你能知道吗 你不知道 是吧 你没有办法知道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做一点转化 也就是说我希望我们能把这个enzyme的activity reaction能把它产生某一个信号 那这个信号我们可以检测到 那这个信号的强弱或这个信号的accumulation 就代表着我们这个enzyme的activity的进展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边会做什么事情呢 我们会找啊 我们会找一个特定的substrate OK 那这个substrate我们称之为chromogenic substrate 也就是说这个substrate 当它就首先第一件事 这个substrate有两个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要点需要满足 第一个它必须要能发生enzyme reaction must be reactable with enzyme 所以这个很关键对吧 你首先它得是一个这个enzyme的substrate 如果你这个enzyme它都没有办法处理 你还卖这个球的enzyme 所以第一个它必须要跟我们的这个enzyme发生reaction 那第二个是什么东西呢 要产生color 也就是说它的product 一定要是有color can produce color product 所以这个时候 当然你也不一定是color 你可以是emite light whatever都可以 反正是你必须要把它能转化为一个有信号的东西 OK 有信号的东西 所以这个时候 你比如说当我把这个特定的这个chemical substrate 丢进到我们这个enzyme里面去的时候 那你会发现随着我们整个enzyme 对吧 随着我们整个enzyme去处理这个substrate 我们这个solution会变得越来越有颜色 那我们就可以去measure这个颜色 那就告诉我们这个enzyme它的activity 它的这个reaction速率是什么样子的 你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吧 你像chymotrypsin 对吧 这大家都见过 我们在之前上一周我们在讲怎么去sequence protein的时候 我们讲过enzymatic cleavage 还记得吧 那时候我们就讲过chymotrypsin 那chymotrypsin可以用来cleave什么东西来呢 可以用来cleave那些bulkier amino acid 对吧 比如说尤其是你aromatic residue 什么tryptophan啊 什么tyrosin啊 对吧 phenolalanine啊 又是这样子 OK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找一个substrate 你比如说这种 这个东西 叫nacetyl-phenolalanine p-nitrophenol ester 比较复杂 对吧 但没有关系 但你知道它就是一个chromogenic substrate 它可以被这个chymotrypsin所recognize 所process 那同时当我们cleave这个substrate的时候呢 我会产生一个color molecule 也就是后面这个p 叫paranatural phenol OK 所以这个东西是color OK 所以这个东西是color 那我们通过去measure这个color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enzyme 它的reaction进行到实际量的程度 OK nz的实际量的程度 好吧 所以本周的内容呢 并不是很多 是吧 因为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整个他lecture也只有一个小时不到 差不多这个样子 一个20分钟 一个30分钟 是吧 所以 但是里面讲的内容还是稍微有点点多的 那给大家先提前抱歉一下 就给大家道歉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我去年的quiz3正好消失不见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没有了 所以不好意思是本周我们没有practice quiz 给大家做 这个实在是很抱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其他的quiz都有 12一直到10 12 11 12我都有 但是唯独没有没有第三个 我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所以这个大家可能在一开始没有这么多quiz 可能给大家做了 但是如果大家碰到什么问题 就随时来问我 随时来问我 我会尽快给大家来解答 好吧 OK 所以今天的内容并不是很多 重点 我基本上都给大家讲到 都给大家看不到 那如果大家碰到什么问题 就随时来问我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assignment 我们的assignment 记得一定要早着写 还没有开始写的控制 一定要早着开始写 OK 好吧 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看一看本周 虽然东西不多 但是相对来说 内容难度上还是有点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的话 我们用几分钟时间给大家解答一下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本周先到这里 然后有问题的话 大家搜索去哪个 好吗 没有 好 我看到有东西 好 没有 没有 其他 那我们本周先见 好吧 那大家拜拜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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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